暑在出国当然要到远一点的国家 机上肚子也不能饿到 有航公司把米其林餐点送上飞机 这牛排厚度超过一公分不夸张 米其林机上餐马上在7月1号 飞往美洲线上吃得到 包含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 以及纽约航线 看看这A5和牛特选牛排 基辅饭还有牛花烧肉饭 日式和牛汉堡排烧肉餐送上云端 也能稍微抚慰一下长城航线 机票好贵的心灵 跟疫情前比起来还是比较高 那以目前来看 国人最喜爱的这个东北 还是需求是最强的 那我们在我们航网布置的 包括北美跟欧洲的整个定位状况 也相当的不错 因为航空成本持续上升 包含原物料各国地情代理业务 员工薪资飞机餐饮费用 让机票价格维持在高原期 台湾五行甚至直接公告要涨票价 旺季每人每行段服务费贵一百块 等于来回机票达到八百元 六月十七号开始调涨 毕竟暑假机票很热销 长荣三月付飞日本爱园 近期东京大阪福岡 以及东南亚的宿物 巴黎岛县港 定位数平均超过八成 皇上七月十四号要付飞西雅图 目前短程以日韩太最夯 长城布拉格布里斯本温哥华 定位状况也很踊跃 新宇除了日本县售出将近九成 海岛系列七月一号要直飞的 富国岛县港宿物克拉克跟冲绳 航空公司都建议要尽早定位开票 确认行程 毕竟七八月旅游忘记 家长带孩子出国 尽管荷包失血 但回忆满店 机票涨出来的价格 只能当作把星期六里 搬上飞机 为了自己 TVBS 书国商店的一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